现在时间10月19号星期四 其实我比较担心啊 今天会不会迎来黑色星期四 我们看昨天上阵指数整体走出一个低开 震荡下行的走势 第一点已经达到3058点了 离前期低点3053点是直尺直摇 能不能被跌破吧 其实我们也等待市场的一个正式的宣告 对吧 同时我们看到昨天生成指和创业板指 再次创出了年内的新低 其实我在前期也重点强调 10月份我认为会占上3100点 当然是收盘的点位 所以说吧 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琼主下跌0.98% 纳萨主下跌1.62% 同时标牌指数下跌1.34% 英国德国法度出现不同层次的下跌 中概股方面昨天大跌2.11% A50指数方面昨天下跌0.62% 昨天晚间全球股市以调整为储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在昨天形成一个冲高回落 目前是下跌0.27% 原油主联布伦特原油目前是一个冲高回落 对于今天的A股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承压的 在昨天晚间其实有一个重磅利好消息 很多投资者是忽略了 上海出手呈首个实行公积金认房不认带一线城市 此举将对改善或置换客户产生积极作用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城市跟进 在政策生效后 即放宽认定标准情况下 若其被认定为首套房可享受相应的优惠 我们在近期一代强调 要关注房地产板块创出历史新低之后 会不会走出一个微型反转性的行情 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整体而言房地产板块 它的规律是什么 每年的11月份都会走出一波非常明显的大涨性的行情 而这一轮房地产板块我们看到 其实已经跌破了2018年这个位置的低点 那么紧紧而言在这个阶段是一个连续的大涨性的行情 这个时间是2014年一定要知道 所以说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整体房地产板块如果说稳的话 那么好指数就会稳 听到我在前期讲到房地产板块 我们要关注创出历史新低的 一定要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打666 对吧 这是一个板块 同时证券板块一直是我们在前期着重强调的是什么 进场的板块 对不对 其实在近期证券板块主要负责的是一个避险 很多的一些个股形成一个大幅调整 昨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超过4700家个股是一个下跌的 那仅仅是512家是一个上涨的 所以说市场其实赚钱效应是非常的低 但是相比于证券板块而言 我是真的咱们所有的粉丝 关注我们视频的投资者 应该给陈老师点个赞吧 对吧 同时在视频的下方打三个六 陈老师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避险 那么盈利呢 回顾一下我们在前期着重强调的汽车ETF 在这个位置啊我强调汽车ETF的机会 包括我们在9月中旬的时候强调华为汽车要创出历史新高 一定要着重注意一下华为汽车还会创出新高 所以说对于今天市场而言 我认为也是一个见证历史性时刻的关键时间节点 同时我们刚才也强调房地产板块 我们要留意一下它近期的动向以及像证券板块华为汽车党 这都是我们在近期着重关注的 所有观看我们视频的投资者请点赞 以及视频的下方打666 我们等待开盘见证历史新的时刻 行情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仅仅说没有办法 对吧 我也希望整体指数能形成一个连续大涨性的行情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的强调 10月23号的关键转折点 希望在这一天能够见证奇迹吧 当然从板块上迷点强调 证券板块以及汽车板块 左手汽车右手证券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整体收益也好 或者说整个规避风险也好 还是非常明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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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